12月15日,美国参议院以71票对19票通过了为期一周的权宜之计搏款法案,以避免政府在周五午夜截止日期前部分停摆,并将众议院通过的法案送交给乔拜登总统,签署它成为法律。 接下来是一项预计总计约为1.7万亿美元的全面措施,这将是联邦机构在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财政年度内保持运作,国会现在的最后期限是12月23日,要么通过参议院工作人员正在起草的这项综合法案,要么批准又一项临时搏款法案。 这将在1月3日召开的新国会上,留下关于预算优先事项的有争议的辩论。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此前表示,这是关于采取一个非常简单及其负责任的步骤,以确保我们在最少戏剧性的情况下结束这一年,以便我们继续工作通过临时资助法案。 上一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允许政府资金失效,随后是创纪录的35天部分停工,从2018年12月22日到2019年1月25日。 进入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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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